好了,那现在小孩再战东大TOKEDO 小孩还是用韩朱莉啊,对战东大TOKEDO的KIN 日本用KIN的玩家也不少啊,比较有名的是 英太,对吧 没事就喜欢欧升龙那个英太 用升龙走路的那个哥们 好了,咱们去来看比赛 小孩用朱莉打东大TOKEDO这一灯啊 太狠了吧 好了,那现在东大怎么办 东大要面对的是强有力的朱莉 他也没想到啊,小孩这台隔了这么几天 小孩这功力大涨 小孩这里要弹血翻盘吗?手上还有个C 好,机会来了,斩插剑 可惜这个蹦发被东大反蹦发干掉了 嗯,这一招其实有点意图太明显了,意图太明显了 在这种顶级玩家面前,完全有足够时间来做一个反应的 东大又是绿宠头,掩护一下片头 打扛了,这里准备带直接 不用圣龙袋啊,用圣龙袋就会有一些伤害就这么了 啊,真疼啊 小孩的朱莉现在没有资源啊 哎呦,有一个C 东大被小孩起身堵的圣龙堵,对了,好 想,骗,想投,被东大拆了 这一刻要打立回了,好 这一刻要打立回了,好 这一刻要打立回了,小孩想抓人,暂时距离不够啊 好了,比分是0比1了 就是要打立回啊,拼插合 确板头之后,角落里,东大又要打一个防守战了 只是这防守面对这种高速化的朱莉,好 完美的斗气各党进防之后,打一个确板头 东大现在洗力被消了好多呀 要不要凹一下,两个清手之后,再次带立冲超杀确认 帅啊,东大要跪了 哎呀,急着凹了 就堵鸟 哎哎哎,想跑,哪里跑 让你跑了吗 东大现在对小儿的朱莉没有特别好的对策了 发现没有 不好使了,要抓了 你看,他在想什么 小儿说你在想什么 你在想什么好事啊 一套了,手上还有两颗气啊 小孩你拿下这一灯就赢了 哎呦,起身 朱莉虚弱 背头 小萝莉在压头吗 好下 东大在干什么啊 东大在想什么 继续来看阵长精彩的队局来对小孩内战日本东大 对小孩来说 打东大比打怒鸟枪多多了 是不是 好了,带他加油 哦,帅哦 帅哦 大约大约成靶子了 哦,耶 怎么说,怎么说 这套李重莲打完之后 东大学量又随时接近三千了 东大以前用的是豪鬼啊 对 不过街霸六代豪鬼又等明年才能出来啊 他的本命英雄现在还没出来 等他本命英雄是东是豪鬼啊 这次李重套路小孩又完全扭然欲凶了 不好使了 超啥穿过 等了你好久了 东大小孩笑了 pokido你也上当了 帅啊 小孩儿比 拿到了一分 刚才这个利用东大的习惯啊 直接用超杀来确认东大的出波 直接穿波了 再一上来先给东大来一波压制 那感觉这个肯啊 没武功了 实话讲这个肯是不如 不如杀阿联酋敌败怒鸟的肯啊 对吧朋友们 嗯嗯嗯 又带带利回了 双方又把街霸六板成街霸五的感觉了 好了 那又来了 又来了 嗯 人设好手 街霸都是崇利那集合啊 那是你如果把你的神秘角度放在欧美人那边啊 玩家口一场你就觉得哇好漂亮啊 这个东亚人审美跟这个欧美人这个审美是不一样的啊 动大的进攻欲望好像不是很强烈啊 一直想打一个防守反击 但是我个人觉得是不太适合防反的 他还是打进攻为主 已经像木鸟那个肯一样 哎呦 被偷到了 这次肯终于是 爽到了一回三骑超比啥地了 妈的好气啊 总算让我偷一下了 现在小孩的助力危险 角落里 成功 没有斗期了吗 都没有斗期了 小孩 哎呀 哈哈哈哈 防不住了 好了 这究竟这灯是小孩获胜 还是东大能把双再进给他拖回来 这次绿冲太盲目了 距离太远了 不然我都能反应过来啊 你看果然被小二一套小缺反 风发大气针 手上刚好有三气啊 一里啪啦一顿痘 能给东大剩下一口血啊 东大胸多激少了 这把三比一是稳稳的了 没什么悬念了 小孩要拿向东大这一蹬了 这么多的体力 换起打法也换死你了 东大现在也没有血又没有气 是不是 你拿什么影小孩 让他打半管血都没问题的 现在东大 哎呦 用一颜色龙打一个小缺反 小孩起身度一颜色龙 就知道要这样子 就知道要这样子